作者 按摩师 言波 画骨 麦小布 第556集 前世的时候呢 秦晨曾经在天圣池中洗礼过 经过此地洗礼 无者体内无论是单独还是隐疾 通通都会清除 同时呢 潜能会提升到一个巅峰 再加之幽签雪拥有寄生种子 进入天圣池后 功效一定更可怕 不但能毫无隐患地跨入七阶后期 并且呢 绝不会有任何根基不稳 如果幽签雪真的能进天圣池 那幽签雪跟着姬如月走 确实比跟自己强得多了 不过呀 天圣池可是极为珍惜的 前世那时候 天圣池是由五欲几大顶尖势力掌握的 姬如月真能把她带进去吗 秦辰忍不住疑惑她 你姑姑 真可以让她进入天圣池吗 天圣池由五欲顶尖势力掌握 每次都只有少量明罗 就算你接着 也不能让一百人随便进吧 姬如月怪异地看着秦辰 看得秦辰浑身发毛 难道自己说错了 姬如月白她一眼 你这都是哪一年的老黄历了 一百年前 天圣池就已经被飘渺宫收入囊中 成了飘渺宫的一个劲底 如今普天之下 只有飘渺宫的人 才能进入天圣池 我姑姑和飘渺宫关系极为亲密 只要她想 这一切根本就不是问题 不然你以为 我为什么急着明天就把幽谦雪带走 我姑姑这两天正好盲好了钥匙 就在北天玉执法殿 我带她过去 就是带她去见我姑姑 顺便带入天圣池 没有我姑姑出面 想都别想 天圣池成了飘渺宫一个禁地 那几大势力怎么可能答应呢 秦晨震惊道 这可是一天才培养的圣地呀 当年唯一个名额 几大顶尖势力可是要举行大笔的 只有获胜者才能进入其中 如今全被飘渺宫收了 这怎么可能呢 姬如月看着秦晨的目光更加诡异 飘渺宫女帝大人 君临天下 威能正事 当年几大顶尖势力自然同意 但天凤山一战 女帝大人以一人之力 击败几大势力 七大顶尖武帝 武裕几大势力无奈之下 才默认了此事 不然你以为几大势力 好心让给飘渺宫的吗 上官汐儿一人独占 武裕顶尖势力的高手 他居然还获胜了 秦晨内心震动 只感觉浑身发凉 某中暴射出一阵冷芒 三百年过了 上官汐儿这么可怕了 真是难以置信了 他的内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秦晨 你怎么了 姬如月狐疑地看他一意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秦晨身上莫名地冷 没事 秦晨已经连忙回过神来摇了摇头 没事的话 你就出去吧 这里今晚就给我和幽谦雪住了 姬如月微微一笑 我姑姑脾气有些古怪 我今天还有很多吩咐 要和秦雪说 说完这话 直接把秦晨赶上去了 而后 砰的一声 关上了门 秦晨站在门后 目光深邃 三百年过去了 上官汐儿竟然这么抢 独占几大顶尖势力的五帝 这是何等的修为啊 而且 那还就在一百年前 如今百年过去 他又抢到何等地步了 巅峰五帝了 上官汐儿都这么抢了 那风少雨呢 秦晨的心中些是震惊 可随后充满了无穷的战意 不管他们多可怕 这一时自己从尘埃中崛起 总有一天 会站到二人面前 讨回自己的一切 秦晨攥紧双拳 指甲刺激了手心 但他昏然不觉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 明天就出发 去丹道城 秦晨脸色凝重 跟卓清风南宫里 说了一声之后 重新开了个房 住下 另一边 妖剑宗中 燕十九等人 仔细询问过 妖剑传承中的一切 这么说来 这一次 我们妖剑宗最高 也只介入第五层 而介入第六层的四个人 应该是执法殿白衣女子 秦晨 清云剑宗也无名 还有那个游剑雪了 坐在剑椅上 燕十九脸色铁青 浑身是寒意弥漫 在他下方 诸多妖剑宗的弟子 站着晶晶 脸色发白 也就那徐燕和冷兴风还好 恭敬地立在一旁 并未受任何影响 还真是没想到啊 这次有两人 激活了无上剑刀 至于剑刀石碑 也被那小子领悟了 甚至建议他第六层也让他占了便宜了 该死 难道你们不觉得羞辱吗 下方一名长老怒吼 脸色铁青 凌厉的建议于大厅中横冲直撞 发出了框框的声音 下方诸多弟子低下头 脸色羞愧 就连冷兴风和徐燕呢 脸色也有些难堪 堂堂妖剑宗妖剑传城 居然被外人拔了头筹 这让他们脸面无存呢 事实上 不横向对比呢 光凭借这一届的成绩 冷兴风徐燕 激活九十三条剑道 并且进入剑一塔第五层 已经不弱于当年的灵剑皇了 称得上是耀眼辉煌 但跟秦晨他们一比啊 顿时变得暗淡无光了 要我说呀 水月清未必是韩丽杀的 凶手说不定在他们几个人里 一名长老冷横倒 好了 艳势就脸色一沉 一只手抬起来 此事关系到执法殿 已经过去的事 休要再提了 听到没有 是 诸多长老纷纷低头 眼神愤怒 但是无可待合 事情关系到执法殿 他们这几个人呢 根本不敢造次 宗主大人 那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 我妖剑宗的妖剑传承 爱别人大祸而归 而我妖剑宗 只能忍气吞声吗 这岂不被他人耻笑啊 明明长老不愤 谁说我们只能忍气吞声 突然 一道隆隆的声音响起 大殿之中 突然出现一个挥炮老者 此人眸光如见 射出了骇人的寒芒 老祖 进到此人 场上诸多长老纷纷大惊 连忙攻身行礼 就连艳石酒也是急忙低头见礼 此人正是妖剑宗的老祖 风云剑王 此人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剑气 刺得艳石酒身上寒毛竖气 他竟是一名八级中气的武王 你们都退下 老者来到剑以前 直接坐下 对着下方诸多弟子 蚕声道 诸多弟子听了 急忙退去 冷兴风 徐燕 你们两个留下 冷兴风和徐燕停了下来 恭敬地站在一旁 这个风云剑王乃是妖剑宗老祖 也是妖剑宗实力最强的人 同时呢 也是妖剑宗上任宗主 他还是现任宗主 艳石酒的师尊 正是因为有了风云剑王 妖剑宗才能在北天域拥有 如此强大的地位 此人担任宗主时心狠手辣呀 曾死在他手上的强者不知反几 在整个北天域都是颇有威名的 只不过呢 最近数十年来 风云剑王一心必死关 很少管妖剑宗的事宜 所有大事小情都交给艳石酒打理了 他已经很多年没出现于诸多长老面前了 但是呢 对整个妖剑宗而言 此人无疑是妖剑宗 全是最为可怕之人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 更是因为啊 他八阶中期无敌的实力 师尊 您怎么来了 艳石酒恭敬行礼 脸色发红 满头是汗 担任妖剑宗宗主这么多年了 但是呢 在风云剑王面前 他还是极为忐忑紧张 仿佛是当年刚入门的小弟子 风云剑王一声冷哼 我怎么来了 你说我怎么来了 我闭关这么多年 你就这么管理妖剑宗的 不但让宗内种子弟子死在妖剑传城 更是导致我妖剑宗在北天与诸多势力面前丢进脸面 你这个宗主 称职吗 艳石酒慌忙单膝跪地 说道 弟子没管好宗门 还请师尊责罚 哼 责罚的事以后再说 你们两个先上来让本皇看看 风云剑王朝着冷兴风徐燕看来 两人急忙恭敬走上前来 你们就是我妖剑宗剑下的两个主子弟子 闯金剑一塔第五层的天骄吗 冷兴风徐燕急忙恭敬道 在老祖面前 弟子不敢称天骄 哼 不敢称 有什么不敢称的 老夫当年进入妖剑传承 也只激活了九十二条剑道 听闻你们中有人激活九十三条 是哪个呀 风云剑王看来 他老太隆重 仿佛行将就目 但目光往来之时 冷兴风和徐燕 只感觉脑海中有两道通天剑光涌动 仿佛折天蔽日 他们浑身颤抖 有种要跪地膜拜的冲动 冷兴风跨前一步 说道 老祖 是弟子 哦 无措 风云剑王满意的点头 当年灵剑皇前辈 也只激活了九十三条剑道 最终成了八阶中期巅峰的武皇 你能达到灵剑皇前辈的成绩 哼 无措 无措呀 多谢老祖夸赞 弟子不敢跟灵剑皇前辈比 风云剑皇一声冷 有什么不敢当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假惺惺的 一个个傲气冲天 目中无人 恐怕连老头子我也不放在眼里 还敢撑不敢 冷兴风额头直冒冷汗 这老祖说话呀 真是直来直去呀 事实上呢 他还真就没太把风云剑皇看得如何在意 风云剑皇强 那是因为他是一老一辈的 在冷兴风眼中 自己未来绝不举解于八阶中期 他的目标乃是冲击八阶后期 甚至溃探至高无上的武帝 这才是他人生的追求 不入五帝不愧天道 谈什么逆天而为 登临五道巅峰呢 那个当然了 在老祖面前 他肯定不能这么说呀 徐燕在一旁看见风云剑皇夸耀冷兴风 心头挺不是滋味的 嗯 你也不错 风云剑皇看过来 听说你激活九十二条金刀 嗯 跟当年老夫相当了 徐燕急忙说道 弟子的确激活了九十二条剑当 但不敢和老祖相比 哼 虚伪 你们两个用尽全部实力朝本皇出手 让本皇见识见识你们的实力 记住了 风云剑皇谋中抖得射出两条灵力的剑光 说道 一定要尽全力 因为这关系到你们谁能成为我妖剑宗下一任宗子 老祖这是测试自己吗 徐燕和冷兴风对望一眼 谋中间接射出浓郁的战役 谨遵老祖旨意 两人瞬间起身身上爆出一股滔天的剑意 剑气冲销 在大殿中隆隆轰鸣 周围有不少武王巅峰的 甚至半步黄修伟的长老们 顿时感觉一阵止息 呼吸都感觉困难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大惊 徐燕和冷兴风进入妖剑传承之前 还只是七阶中期巅峰的武王呢 仅仅一次传承 两人就突破到七阶后期了 这倒也罢 可如今二人释放的剑意之强 让他们都感觉呼吸困难了 而二人等级呢 其实好像还不如他们呢 这岂不是说明 两人剑意领悟上 甚至比他们老一辈长老还强啊 这怎么可能啊 关键是 他们都这么可怕了 那秦晨和白衣女子得有多可怕呀 很好 风云剑皇满意地点头 荣和属性剑意 你们两个果然闯入剑意打第五层了 而且不仅仅是第五层外围 应该进入到核心区域了 比本皇当年待的时间长啊 来 你们出手吧 是 两人点头 嗡的一声 手中同时出现一柄宝剑 同时一瞬间身上的血脉之力提升到了极致 冷清风头顶 一股无形的力量凝聚 高傲 超绝 仿佛一个绝世剑客傲立于山巅 天下无敌 而徐燕身上则弥漫一股淡红色的光运 光运席卷有一种厚重质感 仿佛一片浩荡的平原一望无银 这一集关系他们谁能成为宗子的 谁都不敢大意 将战力催动到极致之后 一剑狂斩而出 轰的一声 剑光涌动 宛若晴天霹雳 虚空中暴闪出轰鸣 梁炳利剑宛若流光 嗖地来到了风云剑皇的胸前 来得好 风云剑皇哈哈大笑 两手探出 手掌上有浑厚的空间波动闪动 倒到空间之力形成十道光运 拦在了梁炳利剑之前